首先我剛剛提到有關置評、持評 你可以參考我們前面的練習 主要就是應該有幾個 一個長橫哥嘛 一個老子道德經 然後比如說你要做那個置評分析 置評的統計分析的話 我是已經把那個斗點、句點通通拿掉 不過後來我發現 其實你不拿掉好像也沒關係 因為將來你統計分析完的結果 你就把斗點、句點的那個項目刪掉就好了嘛 因為他如果很多 沒關係排在前面 那個不是我們要 像我們上禮拜最後置評 我們也刪掉一些我覺得不相干的 可能它是一些什麼 不是主要的詞彙的話 那我就把它刪掉 那也OK啦 所以理論上你如果假設你取得這個資料 你不把這個斗點、句點拿掉 你直接來做統計 最後再把斗點、句點拿掉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前面有利用兩個作品來做 那當然前面第一個部分就是去做那個分欄的動作 不過最後如果你假設要做那個自評分析的話 那理論上你必須要把資料分在同一欄裡面 所以你要把資料分在同一欄裡面 那當然第一個 我這邊有用了一個函數就是用那個LEN嘛 那算一下剛好 長聖歌裡面總共好像出現840個字 那當然你變成你就要把這個840個字全部切開來 那切開來的話 當然我們前面是用一個叫MID函數 再配合一個函數叫RAW RAW的話指的是它第幾列 那第幾列剛好其實對應的就是它第幾個字 我要切第幾個字 所以把它減1的話 那因為呢 列是從第二列開始 可是我字是從第一個字開始 所以我減了1之後 剛好取得就剛好是第一個字 那以下一直往下的話 剛好就把840個字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進來 那你說為什麼要把它一個蘿蔔一個放 因為你如果把它不切開來的話 它沒辦法幫你做就是單一次的統計 因為Excel我一直強調 它本身就是一個表格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資料不是一個表格的話 當然你後續就沒有辦法做應用了 這個可能就是Excel本身的限制 因為Excel本身就是有點類似像一個資料表的一個形態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當然你可以統計先統計一下 到底裡面多少字 那我之前是用貼把資料先整理好 用Word整理好之後再貼到Excel裡面的A1 那最後我是希望說呢 你們可以再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把它做一個統計分析 所以樞紐分析表的話 當然你如果有這個資料 你又不要放上去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幫你把那個 就是到底這個作品裡面 到底哪一些字出現的頻率最高 它會幫你列舉 最後你把它排序一下 至於這個怎麼操作 因為前面我都有做過那個畫面 然後你們如果假設有些地方 還有點忘記了沒關係 你可以把前面的那個影片在上面調出來看一下 我有把它貼到Polo上面 你們可以再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我這個地方是 前面第一個範例是用那個 長橫歌來做練習 所以這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於詩詞曲 這個有興趣的話 不妨你可以去抓網路上面的詩詞曲吧 你可以是 某一個 比如像長橫歌 或者是說你假設想要針對 所以某一個作者 某一個文學家 比如白居易好了 白居易 白居易到底 他除了長橫歌之外 他的作品很多 你可以找一些他主要的作品 然後做一些統計分析看看 然後霍里白、杜甫等等 其實都是大家 第二個的話 我們後來又練習另外一個 就是道德基 OK 這個道德基大概相較於那個長橫歌 其實最大的差異 你會發現那個 詩的話 因為他七眼 剛好每七個字 每七個字 就等於是一個單位 可是道德經不一樣 所以將來 如果你假設要用文學作品的話 可能還要思考一下 怎麼樣把它做一個 怎麼講 比較有一個架構 所以我想到就是說 因為老子道德經 總共五千多個字 然後他其實每一張 都分的字數都非常少 所以我後來在網路上搜尋了一下 發現這個 老子道德經這個還不錯 因為他前面其實 是有一個哪一張 然後底下就是他的內容 OK 哪一張他的內容 但目前我們是沒有講到版本 可能這個版本 甚至老子還有很多版本 甚至還有什麼博書的老子 當然我們現在先不討論那些 那如果我假設希望把它架構起來的話 其實最好是說 你可以把張留下來 比如這個是第一張 那我後來想一想 可以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第一欄 所以第一欄的話呢 就是這個 第幾張 總共好像有81張吧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放內文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話 把這個資料找到之後 所以第一個你們可能會面臨到 第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資料 快速的變成 兩個欄位式的表格 那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將來你們一定會遇到類似 就是怎麼樣可以把文字資料 轉換成到eSale 那我前面一直強調 如果你要把文字資料 轉換到eSale裡面 第一個會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你如何把它變成表格 你不能說不是表格把它放到eSale 它無能為力 後面其實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呢 你第一個 就是要試著怎麼樣 可以把本來不是表格的資料 變成表格 那剛好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實際上可以用Word裡面有個功能 有沒有 所以Word裡面幾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如何把資料轉換成表格 所以等於是說你可以藉由Word 當成是一個中介軟體吧 那當然第一個 我把資料貼上來之後 會面臨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它 如果要用一個功能 要文字轉換成表格 那它必須 這個功能蠻好用的 我前面講過 因為如果你假設不是表格 要變表格 那如果用手動的方式 塗法連鋼來說的話 那不得了 你可能要一直Ctrl C Ctrl V 一個Roboil可以慢慢貼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說自己慢慢貼的話 其實Word裡面這個功能 真的可以好好去了解一下 但是它有個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必須告訴它說 那個什麼呢 藍跟藍之間 到底用什麼當成是分格符號 所以它最後應該 原來是長這樣 然後我希望第一個先把它 因為它兩個換行 變一個換行 變一個換行 所以我第一個我用的功能就取代 這個取代也蠻常用到 那段落符號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把兩個段落 變一個段落符號的話 那你就 記一下那個快速鍵 Ctrl H 然後取代 把兩個換行 變一個換行 來就這個 那接下來如何把它變成 兩籃式的這個表格 因為剛好 可能你們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 它中間分格的符號是什麼 然後它尾 因為表格有個尾巴 它尾巴那個其實如果是換行 就OK啦 所以你會發現它中間都是Enter 就是在那個Word裡面 它叫做段落標記 所以我們用插入這個表格裡面 有沒有 在Word裡面有個叫插入表格 裡面有個功能 就文字轉換成表格 那你把這個資料全選 Ctrl A 然後呢 它會顯示出來 到底你要把它分幾籃 你當然可以分兩籃 三籃四籃都沒關係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呢 只有一個章 所以第一籃 然後第二籃就內文 所以第一籃是章解 第二籃就是內文 然後呢 我們這邊就用分格符號在段落 當然未來 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是段落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可以用什麼當成分格符號 逗點 其實也可以喔 定位點 其實定位點 就是那個按TAP鍵 這個可能你用比較少 逗點用的比較多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 我不要上面這幾個 我可不可以自訂 其實也可以喔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那個分格符號 不過盡量你用那個分格符號 盡量越特殊越好 因為那個特殊就是不要從 不然的話 假如那個符號 別的地方 內文裡面也有用到的話 那內文也被切割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切資料 可能讓你們再思考看看 反正就把它 主要目的是希望說 你如果要把資料放到Word裡面的話 那第一個一定要怎麼 一定要把它轉成表格啦 那轉表格 我這邊提供一個方法 那最後轉出來就是章解 跟這個內文 然後並且可以把它貼到 那個Excel裡面做統計分析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做持平分析的話 持平分析還記得吧 這裡面的話 我怎麼知道說這個 到底81個章節裡面 到底哪一些詞會出現最多 那剛好我從那個維基百科裡面 稍微說一句 發現喔 它裡面好像道德經嘛 那顧名思義 它裡面道跟德啦 還有什麼聖人啦 無為啦 然後有無這個固定 有啦 或者是君子 當然其他 比如說論語裡面常出現的 我可能也會希望說 論語出現的在老子裡面 也會不會出現 順便把它拿進來一起統計 不過我發現好像滿 所以為什麼道家跟儒家 會把它分開來 因為你會發現兩個在這個 產術的重點上面 其實就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 最多的是哪一個 最多的是有 所以有為什麼會最多 那其次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道 德好像比較少 所以它比較強調是道 其次是 再來就是聖人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還想要細部去了解 他到哪個地方出現過聖人 我想要對那個 《老子道德經》裡面的聖人 到底他裡面出現的地方 他敘述 他怎麼去 這個怎麼呢 去敘述聖人的這個形象的話 那我應該要怎麼做後續 但後續你可能要把所有 章節裡面有聖人的 可能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再去做細部解 其實就可以做很多的延伸闡述 當然這種 這種研究方式 其實跟以前傳統的方式 當然完全是不同的 以前的方式可能 因為沒有電腦 所以也沒辦法做這種 置評跟持評分析 當然我最希望看到 就是最後這個結果 最後當然如果你假設 希望按照順序排列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排序 你應該很印象 有不要放B4 然後上面有個資料 然後Z到A 他就幫你排序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算出持評 有個最最最最重要的公式 裡面會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CountIf OK 所以CountIf後面的話 主要是用那個什麼 有一個叫做萬用字元的 就是等於後面有個信號 這個信號指的是 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只要中間有這個字 什麼字 比如說到這個字的話 那你就幫我把資料 幫我把它加1就對了 Count其實是加1的意思 有點像投票 一票、兩票、三票 最後他幫你把每個章節 通通都統計完之後 發現在36個章節裡面 提到到這個字 OK 然後就幫你列出來 其他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做一個 所謂的字評分析 所以兩個 一個是詞評分析 一個是字評分析 那大概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把那個 所有的道德經 通通把 豆點、句點、符號 通通拿掉 不過後來我想一下 好像這些真的 不拿掉也沒關係 因為我剛剛提到 如果有豆點、句點 被怎麼講 CountIf裡面 加到你的清單裡面 那你最後把它拿掉 其實也OK 後來好像我做完之後 有沒有 有這些啦 那像枝啦 布應該也可以把它拿 這應該是布 應該也可以把它留下來 然後 以其額這個可以拿掉 OK 這個也可以拿掉 然後最後剩下我要的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 你沒有把那個豆點、句點 或者一些標準符號 拿掉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把統計出來的結果 貼到旁邊 並且把你不需要的資料 把它刪除掉 那最後呢 你就會把它 繪製出圖表 你可以看 原來這些就是 道德經裡面 這個字評最多的 OK 那但是啦 其實還是會有個衍生的需求 老師那如果我做完之後 我希望再看一下 到底 比如說 最多的是為 為這個字 那到底為在哪些章節 曾經出現過 如果我想要看到的話 或者 無這個字 無在哪 哪些章節有 或者像 剛剛提到聖人 如果我想知道的話 所以今天喔 可能我們就 再多講一個有關 就是說 如何再把那些資料查出來 除了說 持頻分析 制頻分析之外 最後就是 再加一個 那個 查詢系統 OK 不過我 我之前 想到就是說 怕再加一個 查詢系統 好像對大家 那個 怎麼樣 負擔增加很多啦 所以今天的 查詢系統 如果你覺得 太多沒關係 你這個 不用加到 其中報告沒關係 反正其中報告 主軸就是 自頻跟持頻分析 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覺得OK啊 沒關係 我想要多做啦 你說老師 我多做個查詢系統 信來 可不可以 OK 沒有關係 多多益善嘛 哪有人家嫌說 你功能越多 不好 對不對 是太複雜啦 可是說如果將來 你假設你想要查個資料的時候 說真的 你真的不要傻傻的 我發現很多人 光那個 要查個資料 都用土法鏈鑼在那邊查 真的是完全沒效率的事 所以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那個 這個地方 當然不只是局限在古典文獻 其實以後如果你要查一些文章 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查詢系統 所以今天的話延伸就是底下這個部分 如果假設我希望做出一個老子道德經的查詢系統 那我可能會有兩種查詢的方式 一個是幫我把我要的資料留下來 一個是用顏色幫我標註 兩個方法 所以這兩個按鈕是查資料顯示留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篩選 一個是格式化 格式化就是幫我把那個關鍵字詞的資料 做底色變成黃色的動作 所以總共有兩種方法 那其實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可能是要寫點程式 因為如果你假設用Excel裡面內建功能 恐怕沒那麼方便 所以當然你說寫VBA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倒也還好就是說 因為四個按鈕的程式都在這裡 其實不多 第一個按鈕 這個第二個按鈕的答案在這裡 其實就一行程式 這個就兩行程式 那這個的話呢 清楚的話也是一行 然後格式化這個第三個按鈕的話 比較多一點 大概不過也是四行而已 那你說多到也還好啊 只是說可能還是稍微要了解一下VBA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延伸 我們就是再來看一個就是有關 如何把你置評時評統計出來的結果 再加上一個所謂的那個查詢系統上去 那我這邊已經有做一個查詢 這個所以你們可以拿之前的 我這個已經做完了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想要找這個81個章節 應該是Ctrl 像下 應該是81張 對 裡面如果出現聖人的幫我留下來 我其他沒有聖人的不要出現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用一個篩選 我先把最後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篩選內文好了 篩選內文意思是說 把有聖人那個關鍵字的章節留下來 沒有的把它幫我隱藏起來 就是篩選內文 OK按下去 然後關鍵字打一下 比如我打聖人好了 OK 所以你就把聖人這個關鍵字打上去 我切一下輸入法 我用以天的 OK 你就打一個聖人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複製一下 確定 那這個功能主要是 你會發現只有 12 第4章沒有 第6章也沒有 第7章 第8、第9、第10 第11也沒有 第12章也有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有的 就這些 聖人的 當然你可以看 聖人這邊有沒有提到 這個音 這有沒有聖人 那有吧 沒有它不會出現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會把有聖人的 這兩個關鍵字的部分 這邊有 幫我把它找到 然後幫我列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都會出現 如果你假設要恢復的話 這邊有恢復 恢復的話就是篩選復原 全部都列出來了 OK 所以喔 那當然比如說你要無為好了 比如說你把無為這兩個 無為 幫我找一下無為好了 無為 按確定 他會幫我把有無為的 所以你看 無為比較少 有無為的章節 就是這些 總共有5個 12個章節有 所以其實無為好像在 這個道德經裡面 其實不算是太多 可是我們在理解道德經的時候 常常會提到無為 OK 那 就這些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把這些NRI做 這邊縮小範圍了 OK 災 恢復 OK 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 我要篩選 剛剛是把 要的留下來 不要的去掉的話 大概是這樣 如果說我今天不要 我是要全部都顯示 我只要幫我把有 比如說聖人的資料 做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 意思是把底色變成黃色 你可以改成別的顏色 沒關係 習慣上黃色 一樣 跟剛剛一樣 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跟剛剛最大不一樣 是說 有聖人這兩個關鍵字的時候 他會幫我把他的底色 變成這個黃色 OK 當然因為你想說 老師 那理論應該是把聖人的位置 直接抓到 是最好的 不過因為他這個功能 目前來說 好像 沒辦法做到 所以目前大概 只能這樣子 不過已經很方便了 如果你要清除 剛剛的格式 按清除就可以了 OK 所以兩個方法 像感覺其實在 使用資料上面 其實已經夠方便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幾個重點 再稍微複習一下吧 然後並且持平 我們上禮拜的持平 然後置平 置平的統計圖表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最後看到了 其實你會發現他的 步其實算最多 然後為這個字 無 OK 那再來的話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這個道德金 如何做出查詢的功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